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9月10日 巴西绝不鲁莽行事 周五早上 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继续进行 巴西将在主场对阵毕鲁 巴西实力超群 而且在双方过往多次交手中占据绝对优势 是一主场出击 巴西剑制三分 虽然上一场和阿根廷的大战因为一些问题而腰斩 但这应该没有太多影响巴西重将的备战 是一面对毕鲁 巴西依然信心满满 是要在主场夺得三分 巴西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自然是来自其强大的实力支撑 队内尤尼玛 达施华这名球星领衔 他们各条战线都有世界顶尖的球星 而在2022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中 巴西的表现堪称完美 前七场全部获胜 期间进攻火力全开 一共攻入十七球之多 不但进攻强劲 森巴军团防守同样密不透风 七场比赛只失了二球而已 是一面对实力不如几对的秘鲁 攻防俱佳的巴西取胜问题不大 和巴西这种世界顶尖强队不同的是 秘鲁在南美洲也算不上市强队 球员的整体素质相当有限 近期国家队大名单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寥寥可数 队内最让人耳熟能详的球员已经是37岁的保罗古里路 可以说秘鲁禁铺想全身而退都颇具难度 仔细观察秘鲁在小组赛中的表现 他们争胜力不足 八场只赢下二场而已 进攻能力是十只球队排名倒数的 功不锐之余 秘鲁手也不稳 军场是接近二球 面对尼玛 达施华领弦的巴西封线的冲击 秘鲁防线被击穿并不意外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